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年的315特别节目 不光是我们守望都市晚间版有特别的策划 我们的移动守望也是看点颇多 比如说我们有消费维权的案例 还有网络的热点新闻 还有315的即时资讯等等 在我们移动守望都有跟大家进行分享 大家这样您可以一边看着我们电视端的网间版的守望都市 同时您也可以拿起手机 在手机端跟我进行互动 您来进行留言 咱们大屏小屏之间能否擦出火花 全看您的留言了 您的这个精彩留言 稍后会在电视端口播出和大家进行分享 大家积极地参与起来吧 移动的守望 我在这里等你 好的 乐乐 移动的守望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吐吐槽 好 下面来关注一下今晚节目的主要内容 新春楼机有 640万的新车 上不溜 拆发能机 半卡 电黄了 过年节省点就关门了 航停不值钱 金银已经卖个十万八万的 也合适了 难兑现 还有新闻联系机都不担了 消费警示 案例分析 权益解读 开船套路 设行违法了消费者权益保护 要检查 该场外烧是消费的 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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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实进行给他处理 首要都是315特别策划 揭露消费乱象 维护消费权益 新买路虎车未满月 发动机漏油怎么破 但是漏点找不着 要想找到漏点 需要拆发动机 然后跟我欣赏 我这就不同意了 三天是设计车拆了发动机之后 就是想 如果说控制 你认为等于车上拯救这一块 你应该看着三方法就行了 长春市工商局发布 2018年消费者权益保护 十大典型案例 这消费者满回经济水池 20的7万元 查办却不是消费取钱案件 是一件 53万卖房却只拿到52万5 多扣的5000 中介中退还 长州这房子不低于53万卖出 最后这房子卖了55万 但是他们这个工作人员 谎称是52万5兆亿 我觉得这个事吧 反正也别说别不错 我就是给你解决这个事 网站有偿包兑电 效果不佳 咋为全 接着交完钱到现在 什么信也没有 电话也没有 人也没去 什么都不行 您是公司的负责人吗 我不是公司的负责人 那你用我 不好使 消费者全一日 接下来我们就注点关注 身边的消费侵权案件 首先要来关注的 可能是每个人人士当中的 都会有这么一项消费支出 购车 今年1月中旬 严吉市民张先生 他花了50多万 在长春陆节4S店 购买了一辆进口路虎车 你看这么贵的车 刚刚开到严吉 张先生发现 你这发动机漏油了 对此4S店表示 需要更换发动机 这新车到手不足 一个月发动机就出问题 这张先生肯定不接受 1月中旬 严吉市民张先生 在长春陆节 硅谷大街4S店 花费了58万元 购买了一辆 进口路虎缆生新卖汽车 当天便交了全款 开回了严吉 开到我家之后呢 当时发现 那个底盘有点 滴的一滴的液体 不知道是啥 然后就上楼睡觉了 然后第二天准备开车 走的时候 发现底下有一滩 液体 然后就跟这边联系了 厂家说 你看这怎么 这是啥呀 他说 他说我们现在判定不了 要不你把车开下来 要不你再等两天 张先生说 当时他并没有想太多 认为进口路虎缩的质量 应该不会有问题 便陆陆续续地 开了一个月 期间也没有发现异常 随之等到临盘过期 办理正式牌照的时候 发现了问题 去办正式牌照 就需要把车吊起来 拖发动机号 完了一拖发动机号 一拖护板发现 当初漏的那个油 都漏到护板里了 然后我们当时看 是在发动机 跟变速箱中间 有漏油了 这时候就不敢开了 就给厂家打电话 厂家说 那我们派车给你 拖回来吧 张先生告诉记者 经过4S店的初步查看 给出了一个 令他接受不了的答复 我们这边确定是 百分之百 发动机漏机有 这也确定了 但是漏点找不着 要想找到漏点 需要拆发动机 然后跟我协商 我就不同意了 相当于人的心脏 那我不能 我花新的价钱 买了新车 一个月 你就让我做心脏手术 确实接受不了 张先生说 如果是一些小部件 出现问题 修也修了 但是发动机 对于车来说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件 如果进行拆卸 无论是他自己开 还是以后卖车 都会产生影响 原则他不能接受 4S店的解决办法 为了核实情况 记者和张先生 一起来到了 路杰4S店 我们现在拆不拆的话 还不太确定 因为我们现在 得看一下车辆 但是现在客户的话 是不让我们看车 车就在这 随便看 车载着的话 要是客户拿走 要拿走 看完我才拿走 要是锁 什么时候没办法 进行的 看这个问题 也不用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去检测 就是客户的车辆 问题具体是出在哪里 所以说 也没有办法 给客户一个结果 4S店工作人员的说法 和张先生的说法 大行径庭 他们表示 目前由于没有确定 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并没有给出 维修方案 那么张先生 刚刚提车 就出现了问题 就是为什么呢 张先生认为 工作人员 无论怎样说 其核心观点 就是维修 发动机漏油 无论原因是什么 最终的解决办法 不就是维修发动机吗 而这正是张先生 所接受不了的 说白了 说这么多话 意思是只能修 但我认为 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这么少的公主数 就没有 而且第一天 他有问题的情况下 他只能过去 我接受不了 而尔西 他现在说 要动这个发动机 三年是这个车 参与发动机之后 就是不止闲了 也影响了 以后的行驶 包括我们就是说 按照我们的保证期 保证政策 包括一个三报政策 来给您做 如果说呼吸 您认为 可能就是说 车上折旧这一块 我们也应该按照 三报法之行 如果说您感觉 我们做这个 可能不在三报范围内 或者说不在 法律法律范围内 您可以 也可以采取出 相应的一个 对 比如说起诉我们也好 或者说走进法律程度也好 我们都可以接受 最终双方依旧没有达成一致 张先生表示 会继续和4S店进行协商 如果协商无果的话 会有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转容都是 木野静泽报道 说到购车 我们看到现在 也有不少人会选择 购买性价比比较高的 二手车 而二手车市场 生意的红火 也资深了不少 买车的陷阱 我们节目当中 近一年里 就相继报道了多起 有关二手车纠纷的新闻 这其中 主要投诉的内容 有质量问题 售后问题 以及合同纠纷 面对这些问题 维护自身权益呢 省消息的工作人员 也做出了一些消费提醒 由于汽车保有量增加 车辆销售数量 近几年一直呈上升趋势 从而导致买车纠纷 也随之而起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 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8年 全年受理汽车相关投诉案件 17773件 从消费者投诉问题分类看 主要集中于 一 隐瞒事故 二 篡改历程 三 销售翻新车 而近一年来 守望都市栏目 也曾多次报道 车辆纠纷的新闻 2018年12月17号 长城市民李先生 在瓜子严选之卖店 购买的奔腾轿车 半个月去售后维修 维修人员告知他 车辆的里程表被篡改 最后一次 今天是18年的2月份 就已经到9万多了 快10万了 公里数 玩着但这车 我在那个严选车买的 表显的公里数是6万5千公里 无独有偶 2018年9月12号 长城市民郭先生 在华岗二手车市场 买了一辆 丰田霸道二手车 车开了两个月之后 从4S店得知 该车是事故车 这时候他们没有说的 明确规定 说得跟我说 你这个车有什么什么事故 然后做了精确的鉴定 这个车就是为中大事故车 除了二手车以外 新车售后问题 主要集中于 车主驾驶车辆期间 车辆部件发现质量问题 因为消费者举证难 车商拒绝为其维修 针对此情况 省销协的工作人员表示 新车在购买6个月之内 出现质量问题 应该由经营者进行举证 新销法 第23条明确规定 这个机动车等耐用商品 如果在消费者购买之日期 6个月之内 发生质量问题 双方产生争议的 那么富有举证责任 是举证者责任道指的 由经营者来承担 但是这条规定 针对新车有效 而消费者在购买 二手车辆时 建议寻找第三方 机动车检测机构 同时选择 二手车鉴定机构时 消费者应该要注意 审查其二手车机构的 鉴定评估资质 以及检测人员的 职业资格证明 我们也建议双方 共同指定一个 有资质的这种 检测机构 这个检测的费用 如何来分担呢 就是在咱们购车之前 应该在协议里明确规定 如果出现问题 那么由中介机构 或者是说 转让方承担 这笔检测费用 这相对来说 是比较公众的一个做法 此外 消费者在购车时 应仔细查看合同内容 标明车况信息 落实在纸质合同中 切勿口头约定 以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首昂都市 新京 舆论报道 听过这些提示 可能有的观众觉得 长知识了 但是有的观众 还觉得还不够 那接下来 我们就关注一下 长州市工商局 在近日发布的 2018年 消费者权益保护 十大典型案例 这些案件当中 涉及了虚假销售 商标侵权等典型的案例 希望此类案例的发布 能够给消费者以警示 避免步入这种消费骗局 同时也能够对那些 违法经营者以震慑 2018年4月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 将运输和销售过程中 造成损坏 以及其他存在故障的 长虹牌电视机 进行维修后 再次投入市场销售 造成消费者上当受骗 工商部门 依法对该公司 罚款25万元 同月 长春市风玉经贸有限公司 出售的104个轮毂 均是无商标标时的 护家贴奥迪 奔驰等商标标时 进行销售 工商部门依法没收 其轮毂并处罚莫款8万元 以上案例都是 长春市工商局 在近日发布的2018年 消费者权益保护 十大典型案例 目的是针对案例 做出相应的提示警示 为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 提供借鉴 2018年7月 当事人王永宏 以微信朋友圈 微信群等广告载体 对外宣传其销售的 普通袜子 为绅士词料袜 含有根治脚气 脚选 打通全身经络 缓解老汗腿等内容 同时当事人还存在着 无照经营违法行为 工商部门依法责令 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公告 并处罚莫款10万元 在长春市工商局 公布的其他案例当中 案例当事人都侵害了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我们也希望通过 这些案例的普及 能够让消费者增强 维权意识 了解相关法规 拿起法律的武器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通过发布典型案例 提示消费者避免消费陷阱 依法维权 警示经营者诚信 守法经营 守望都市战斌 经测报道 老实说生活当中只要有消费 就可能会出现纠纷 那大家在遭遇消费纠纷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拨打12315 但是大家还关心的就是 这个热线它方不方便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个 今天我们看到省工商部门 就对12315热线进行了升级 确实方便不少 从今天开始工商质检食药物价知识产权 五家单位的热线合并成一步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拨打一个热线就可以对原来上述 五家单位受理的问题进行集中反应 3月15号记者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处了解到 从今年的3月15号 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实现了五线合一 初步完成原工商12315 质检12365 食药12331 物价12358 知识产权12330 共五条投诉举报热线的整合工作 五线合一之后 对于我们普通市民而言 在拨打热线以及投诉电话的时候 最大的感官可能就是更加的方便了 那么在此前相关部门的业务 以及投诉的内容可能会出现交叉重叠的情况 那么在未来呢 我们只需要通过拨打一部12315 就可以反映自己的问题 以及咨询相关问题了 据介绍热线整合后 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按照 号码整合 系统整合 业务融合 人员融合的步骤 将原有五类机构人员 五个号码 五个平台 五套系统 有序的进行整合 而目前的过渡期中 我们拨打出12315外 其余四部热线时 热线本身也会对号码变更进行提示 打原来电话的 也都统一接到12315里来 就是暂时的情况 就是打其他的那四条热线也都能打通 但是他提示你这个电话即将停用 以后都拨打12315 另外记者在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了解到 2018年全年 我省员工商食药等五条热线 共接受各类信息17万余条 五线合一后 势必将为更多有需求拨打热线的市民提供便利 守望都市 长汉广为报道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全国12315的投诉举报平台的受理时间 都将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315晚会的时间同步 也就是说在央视315晚会结束之前 这些热线电话会一直处于开通的状态 那现在呢 我们的记者战斌就在 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12315平台的热线办公室 我们就联系他来通过直播看一看 今天投诉举报平台的热线受理情况 你好 战斌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许晗你好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 长春市工商局12315投诉举报热线办公室 现在通过镜头看到我们 全县的所有的接受员已经是在职守在岗 今天呢 我们刚刚也是了解到 今天是政治315 而且呢 很多的消费者真都是拿起来电话 在这个进行着举报以及投诉 对于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难点呢 也给我们拨打了一个电话 那相信呢 很多人也是跟我一样 第一次看到说 这个咱们的工商局12315的这个平台是怎样工作的 那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 今天到底有哪些热点难点的这个问题 给我们打电话呢 这样 接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有请的是我们长春市工商局 这个我们的萧审分局的局长 来给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平常的时候工作也是这样吗 平时吧 正常状态是这样 但是今天的投诉量比较大 平常是早9点到5点我们来接听电话 但今天为了配合咱们中央电视台315的晚会节目 我们是今天全天猴8点30分到晚上22点30分 14小时持续为消费者服务接听电话 那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咱们如果说接信员接到了这个消费者的投诉 那会怎么样进一步往下这个执行呢 是这样 我们这里是14名接线员 其中有两名不仅在接线同时 他们负责及时的分派转办 就是这两个 是这样 这两个岗位 然后呢 他们分派到应该相对应的辖区之后 我们会跟进都办 那我刚才提的一个问题就是 您也说到了说今天呢 这个很多的消费者呢 都打到了这么一个12315的这个平台 那么今天的大概人数是多少 应该这么讲 应该今天截止目前为止 我们接听的总热线化量应该是平时的5倍 平时的5倍也就是 1100件左右 1100件 其实现在这个情况呢 目前就是这样 但是呢 我们随着时间的发展下去 相信这个投诉举报的这个电话 还会录去的增多 那这样我们把时间先交换到叶博士 稍后我们在这里 跟大家再来一组具体的数字 情况就是这样 把时间交换到叶博士 感谢战斌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让我看到了一句话 就墙上写的 有问必答 有素必理 这句话也让我们每一个消费者 感到非常的贴心 跟放心 好 接下来时间 我们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一气奔腾 五五联网汽车创灵者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缴费不停车 畅行高速路 极通ETC 请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人民保险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州多云 零下7到零上7市制度 白城勤 零下6到零上8市制度 宋元勤 零下6到零上8市制度 四平行转都云 零下6到零上7市制度 零元都云 零下10到零上7市制度 吉林行转都云 零下6到零上7市制度 通话行转都云 零下7到零上5市制度 白山都云转晴 零下9到零上5市制度 延记都云 零下7到零上7市制度 长北山晴转都云 零下12到零上3市制度 长城都云 零下7到零上7市制度 金龙鱼农箱笨炸熟豆油 小时候的豆油箱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处讯银行 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三两国是九百年经济神 白山传奇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五十三万卖房 却只拿到五十二万五 多扣的五千 中介中退还 长州这房子不低于五十三万卖数 最后呢 这房子卖了五十五万 但是他们这个工作人员 谎称是五十二万五成交 我说这个事吧 网站有长包对电 效果不佳 杂为全 结束交完钱到现在 什么信也没有 电话也没有 人也没去过 什么都不行 您要不要录 您是公司的负责人吗 我不是公司的负责人 但录我不好使 存钱容易退钱难 怪车坊负责人失联 会员损失超百万 就是说的什么自己的问题 过程都退不了 天员工是最小的 好一个千两三万块钱 刚才情况说的那样 说是把老二百六十九 我们没还的金额是 一百一十五万 几时传媒视频上加福 到家首昂都市 有几时传媒独家观影播出 由鼻炎专利药 苍鹅鼻炎片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 这里是首昂都市315 特别节目 这时段呢 我们先来热点追踪 3月10号 我们节目当中播出了 长州市民徐先生 通过中介 卖了一套房子 结果呢 他发现这房款 少了五千块钱 徐先生质疑 中介以不正当手段 赚取差价 最近的事情 有了最新的进展 在记者的协调之下 吉林二号房产 中介的态度 有了很大的转变 为了了解情况 当时我们的记者也是来到了 位于基隆北街 与新汇路交汇的 吉林二号房产中介 可这家中介的经理 却迟迟不肯露面 并且对待我们的态度 十分模糊 我们只能说是 把这个利益 显尽办法 最大化 这里还是之前原话 就是五十二五 您同意了 您要采取什么措施 您就给您做吧 然后开始采取 就是录像啊 或者这么大 可以拍照了 可以拍照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这个房子 实际成交价 是多少钱 实际成交价 哪怕就是一百万 但是五十二万 都同意了 这个就是这意思 那我能这么理解吗 你们实际成交价 要比五十三万要高 您要怎么理解 怎么理解 三月十三日 我们的记者 也是再次来到了 这家中介 终于见到了经理 而经理给我们的态度 也是来了一个 三百六十度大转弯 那就是这个事 有没有咱们这边 二方社 有没有新的进展 有 我们给他解决一生 就是说想 想给他解决是吧 对 那房子 咱们成交价 到底是多少钱 五十五 你们不都打电话问他吗 是五十五 所以这个事吧 反正别说 谁没提错了 我也往楼上 我也往上面 对于中介的态度 徐先生表示很满意 中介也已经将 中介的差余款 还给了徐先生 事情得到了解决 中介的差余款 也还给我了 我也非常满意 我建议中介应该是 诚信经验 守望都市 陈林 富强报道 接下来的消费侵权案件 我们要来关注一扇门 什么门呢 安不上的门 说任先生 他呢 在去年12月份 在长春 红星梅凯隆的 上品加美 定制了一扇木门 商家当时表示 几天内 就可以上门 进行安装了 可是 现在都过去 三个月了 这门还没有安上 任先生无奈 只好来到商场 可是一看得傻眼了 这家店 早已经撤出了商场 关门停业了 长春市民 任先生 去年12月 在红星梅凯隆 上品加美 定制了木门 一共花了8500元 商家答应好的 过几天就上门安装 但是到现在 都一拖再拖 没有安装 到那个正常 安装期的时候 然后我来找了 在那个商户 撤店面了 之后我推了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又找 又找完推 说在到过年之前 我能联系这人 但是电话 有时候打不通 我只能是说 有个微信 说太有困难 说往后推一推 往后推一推 任先生说 与商家老板 多次联系无果之后 就找到了 红星梅凯隆商场的 售后服务部门 商场表示 因为任先生 定制木门时 将钱款交给了 商品加美 而不是交到商场款台 这属于顾客 与商家的私单 我要交钱 然后他那个商户 说就在这交就行 然后我就 我在这交了 交给开这个单子 这是转张记录 然后那个 我问商场商长说 他这属于私单 说他们只负责协调 可是现在 你要是不够安 你就商场给我 出个程度说 他确定安不上 把款口退了 我再定别人家来 你不能这么无信息 拖我呀 我也受不了 为了进一步解决问题 任先生再一次 来到了红星梅凯隆 记者看到 商场三楼 商品加美 原来的位置 现在已经更换了商家 正在装修 红星梅凯隆 售后经理表示 因为任先生 与商品加美的订单 属于私单 所以商场 没能在商家撤厂的 第一时间 确认任先生的订单 有异常情况 红星梅凯隆 经理表示 虽然现在 商品加美撤厂了 但是他可以帮助 任先生 联系到商家老板 最后 商品加美的老板 电话中承诺 在本月20号 会为任先生 上门安装定制木门 如果不能履行承诺 会将钱退给任先生 任先生对这样的结果 表示可以接受 守望都市 刘阔 云龙报道 今天是315 我们的移动守望 也正在进行315特别节目 那今年315的主题 是信用让消费更放心 的确如此 在生活当中 我们一旦不放心 都是因为对方不守信 相信大家 一定有很多话想说 那接下来 我们就把时间 交给我们今天 移动守望的主播乐乐 好的 徐晗电视机前的观众 大家晚上好 移动守望 正在全网播出 今天我们移动守望 在电视端口 有留言播出 大家还是积极地响应的 看网友名誉赵金东 对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 就做了这样的评价 他说今天的节目形式真好 说乐乐真棒 另外贝总说 乐乐职场专业记者 刚刚我们在移动守望端 也收到了大家很多留言 我们一起来看看315 大家有哪些吐槽 有网友说了 说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店 真到退货的时候 竟说退货必须要折扣20%的价 这是什么鬼 觉得这是霸王条款 另外有网友评论说 他买了一个三星的超薄的充电宝 据说是5万毫安的 可是实际上只有5000毫安 还以为我买的时候就看错了 后来找到卖家之后 他告诉我说需要激活10次才可以 你等我按照这个操作弄完之后呢 是不行还是不行 就又去找他退货 他竟然告诉我说 对不起过了7天的退货期了 这个5万和5000 难道这个多这个一个零 得刷10次激活10次 这个也属于霸王条款 不怪咱们消费者心里不得劲 另外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网友说 说看到淘宝上耐克一双鞋 是卖188块钱 还说呢甲一赔三 结果卖家直接给我寄了四双 这个是这个套路挺深呢 我们到实体店看一看 这个耐克的鞋 不可能是188块钱 能买四双的 另外还有网友给我们留言说 说这个我旅游买的这个 封信子回来长出了算了 好再来看看我们这个 另外我们的网友留言 还在继续当中 大家可以继续在手机端 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移动神王还在进行当中 那徐涵我们网络端内容 就是这些了 感谢乐乐 刚才呢是网友的分享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要来听听 同样是消费者的余先生 他的吐槽 余先生说 他在长春地经营了一家宾馆 三月初余先生想把这宾馆出对 于是呢 他就在58同城 发布了出对信息 随后就有一家推广公司找到他 表示可以有偿地帮他推广宣传 尽快地将这宾馆给出手 但是令余先生没有想到的是 钱也交了 合同也签了 这一连十多天过去了 推广的效果是不尽人意 一个来打电话的都没有 余先生说 自己是三月初 与这家名叫998推广网站的公司 签订了合同 当时承诺帮助余先生 推广出对信息 并且尽快将店铺出手 可是交了2000块钱签了合同 十几天的时间里 余先生竟一个亿项电话都没有接到 而且类似于 余先生这种情况的 还不止一人 然后就我这个时间还是短的 二十来天这种 他们长的都已经六个月了 我们现在是把钱交了之后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 你合适有电话 你合适的话有资源 三个月大概三个月 三个月期间你的电话没有 没有 当时也没有你带的过去 没有 但是承诺了是二十多天 他说就能对出去 结果是12月4号到现在 采访中记者发现 几名商户交的金额 从1000元到2000元不等 有的是到公司直接签的合同 有的是工作人员 到商户店内签的合同 但是相似的是 交了钱后 大家都没有接到任何的异项电话 也没有人到店进行咨询 随后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余先生等人再一次来到了 998网长春分公司 三五千合同是怎么跟人家承诺的 怎么承诺呢 对 那我也不是跟他们去签的是吧 那咱们这边去的不是都咱们的工作人员吗 咱们这公司怎么要求的 保证不了几天给你出队成功 或者保证不了像您说的 刚才是几个人打电话 几个人去看见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给你去保证 该负负责人表示 与几位商户签订的合同都是承诺包租包队的 但是并没有对具体的出队时间和出队效果进行承诺 而且对于先生等人所说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该负责人也实口否认 沟通中对于几位商户提出的退款要求 该负责人表示 公司并没有退款这一项 随后一位男子出现 阻止了记者的拍摄 因为双方情绪激动 无奈之下记者不得不中断采访 最后于先生等人表示 会向朝阳区工商分局反映此事 就是交钱的时候 我们那商量着我们 现在说我们要求退款 他现在这个态度就是跟原前是大不一样的 爽都市冯范名利报道 采访当中我们发现 余先生等人向记者提供的这份合同上 并没有对推广的具体细则进行标注 所以这也导致余先生等商户在进行维权的时候 出现这么多的困难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类的事情不止一次报道了 而且就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曾经报道过这家 998转让网承诺不对线的事 倒在今年1月份 我们的节目就报道过 长春市民江女士在转让自家养生馆时 与998推广网站签订了推广合同后 效果不佳 出现了推广难的情况 10月份的时候我在58登一条信息 就是想把这店对出去 这一家养生馆 反正有老多网站给我打电话了 其中有一个998网 大约能有两个多月了吧 现在连信息都不够登了 就是58要赶集都不够登了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 江女士向记者提供了 当初自己于998业务员的聊天记录 最后由于合同中 双方并未对出对期限和推广内容 做出明确约定 所以无法推款 而在采访过程中 记者还发现 类似的事件我们不止一次的报道过 有的推广公司更是在商家交了钱后 直接消失了 随后杜先生按照公司营业执照上标注的位置 来到了大京路的新棚大厦 物业人员了解情况后表示 该公司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搬走了 同样在今年1月19日 长春市民随线上在转让店铺时 与一家名为99宿对网 签订了推广合同 可是过去了20多天 店铺也始终没有成功出对 自从12月1号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跟我们联系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店不对了 你就把钱赏给我吧 我那时候那时候我赏不了钱 因为这个时间保证不了具体 如果说赶承诺100%的情况下 我就会给他去写具体时间了 就要退退费 我肯定是退不了 因为所有的平台我也要过着了 采访中记者发现 很多时候都是由于消费者 在与推广公司签订合同时 没有对具体的细则进行标注 导致在进行维权时出现困难 随后针对这种情况 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首相都市 风帆名利报道 集市传媒 视频专家 风物到家 首相都市由集市传媒 独家冠名播出 由BN专利奥 苍鹅 BN片赞助播出 欢迎继续关注 首相都市315特别节目 今年1月份 我们曾经报道了 吉林省怪车坊汽车保姆服务公司 承诺预存1万元就可以免费洗车 结果协议到期却不能退款的事 当时怪车坊表示 今年3月份之前 会为顾客办理退款 可前几天 很多怪车坊会员表示了 这钱还是没退 而且相关负责人全部消失 我是2017年的双十一 在这个怪车坊办的洗车卡 当时是一个行李的推销员 当时他说他们那店有个活动 说他是存1万块钱 然后存1年 可以免费洗车1年 高先生说 当时推销员承诺 预存1万块钱免费洗车1年 在没有任何消费的情况下 第二年这1万块钱 可以如数返还 高先生就与店方签订了协议 可没想到这交钱容易 到了2018年协议到期的时候 退款就没那么容易了 当时办卡的合同时候 我想给了我一个退卡的协议 这是10月22号给我的 当时说的也就是 一礼拜之内就能给退 然后结果是我一直等了一个月 到12月份的时候 再给打电话 就是说的什么资金问题 各种都退不了 他给了我一个专门电话 然后他打那个电话的退款 专门电话是一个姓胡的 他说的他3月份的时候能给退 过年前他家就关门了 出整个月了 他也没看家开门 没有开门迹象 按照怪车坊工作人员的说法 高先生等到了2019年的3月份 可当高先生来到怪车坊 退款的时候 却发现这里已经关门了 给之前的负责人打电话 也关机了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也关机 在2019年1月5号 守望都市的节目中 就曾经播出过 关于怪车坊 预存一半块钱免费洗车 协议到期没有退款的新闻 当时记者和涉事的消费者 在吉林省怪车坊 汽车保姆府有限公司 见到了相关负责人 也接到了其公司董事长刘岳的电话 打了一个过半年之后 去给大家陆续解决这个盘管的问题 对此记者再次联系了 怪车坊的部分会员 怪车坊那个钱给你们退了吗 没退 一直都没退啊 记者再次拨打了 吉林省怪车坊汽车保姆府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岳的电话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请您稍后再拨 记者拨打多次 电话仍没有人接听 记者在长春市商务局处了解到 正常来说像怪车坊这种发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企业 应该在属地商务局进行备案 记者也在长春市经开商务局进行了查询 得到的答案是 吉林省怪车坊汽车保姆府有限公司 并未在商务局进行备案 守望都市白鸽公雷报道 今年1月份的时候 这个怪车坊的负责人刘岳和我们的记者承诺了 年后就会给会员们退款 可到现在根据会员的反应 这个承诺也并未兑现 而且现在打电话 这个负责人也不接了 因为怪车坊对出售的预付卡 没有在商务局备案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大家只能将问题投诉到工商部门 记者和高先生将问题反映到了 长春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 负责坊在长春市 还有松原 吉林 那些店也有负责 吉林的负责都负责 都有 都是它这个情况吗 基本都是一家 中国管区的地方投诉 现在就将近30个家 我们接到投诉以后 我们就到关群坊区了 咱们老板这个建了 建了一个负责人 他就给我们提了一个情况说明 他在情况说明那种 说是办了269账 还款的有多少 就全页还的 还一部分的有多少 未还的有多少 我们还的金额是115万 据长春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 中东工商所的余所长介绍 从2018年年末开始 他们就陆续接到了消费者的投诉 根据投诉的情况 他们从中协调 让怪车房给各位消费者 写了一个还款协议 中东工商部门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所以建议消费者去报案 借助警方的力量 这时候就贴出个通知 吉林省应急管理协会 吉林省汽车服务协会 怪车房 三角 设这么个梳理办公室 这个问题肯定 不可能就 说解决就能解决 因为不是一个个例 守望都市白鸽公雷报道 根据长春市工商局的调查统计 长春怪车房会员共有269人 目前有132人的问题 没有解决 涉及金额达到了115万元 对此事 长春市工商局也成立了梳理工作小组 长春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中东工商所 提供了怪车坊张贴的一个通知 关于妥善梳理解决怪车坊汽车服务公司 与客户员工之间相关问题的通知 通知上写明了企业亏损的原因 2018年12月份 吉林省应急产业协会 吉林省汽车服务协会 与怪车坊共同成立了梳理工作小组 怪车坊的客户可以拿着相关凭证 到工作小组洽谈相关问题 记者在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的系统上查询道 这个吉林省应急产业协会属于社会团体 为了进一步了解事情的进展 记者和高先生也来到了位于长春市经济开发区 世纪大街3303号 吉林省应急产业协会 这里的工作人员将高先生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记录 得知了记者的来意后 工作人员表示相关负责人不在 并通过电话联系了吉林省应急产业协会的秘书长 记者将电话留下 可是始终没有接到回电 刘岳他也不出面 贯成法的人所有人都不出面 就整出一个协会出来 我不知道这协会在这里面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从2月10号开始登记 一直登记到现在 我们每个会员里打的时候 他就说在研究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是研究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有一个所谓的应急协会 我们现在已经对他一点都不信任了 我们认为他在拖延时间 因为刘岳是他们那里头的一个副会长 当时登记的时候还有什么情况 刘岳不单欠了会员钱 还欠那个供货商 包括替着改装车账的人 他欠了好多好多钱 关于此事 记者也咨询了长治市消费者协会 中秘书长表示 作为商家在关店之前 应该考虑到公平交易的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既然违约了 应该把剩余部分退还给消费者 如果拒不履行 不承担责任的话 选择不出面的性质 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作为消费者可以选择到消费者协会 或者到工商行政部门来进行投诉 如果而是说确实能联系到 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 他应该承担消费者的第一责任的 这方面一个责任 协调不成 协调不成主要是说没有第三方 或者说根本就无法来进行解决 那么消费者可能唯一的一条路 可能就是要通过法院输送的形式来进行解决 首王都市白鸽公雷报道 预付消费是一把双刃剑的 它可以实现商家和消费者的双赢 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刺激消费 可为什么总会出现消费者交钱容易退钱难的情况呢 那作为国家的行政部门 对此有哪些制约呢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18年全国消费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 预付卡消费与金融信贷捆绑叠加 侵害消费者权益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 中国消费者协会指出 预付式消费形式已经从最初的美容美发行业 像健身 餐饮 装饰装修等多行业多领域发展 成为横跨商品和服务的一种常见消费模式 近几年来 预付式消费一直是维权的热点 监管难 维权难 群体性消费投诉多发 其实早在2012年 国家商务部就出台了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从事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业的规模发卡企业 团体发卡企业 品牌发卡企业 应在开展单用途发卡业务之日起30天内 按照规定到各级商务部门办理备案 值得关注的是 其规制的对象不包括健身 教育 旅游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而现实中 不在该办法规制范围内的健身 教育 旅游等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正是预付消费的投诉重灾区 也就是说 这类数量众多 规模较小的发卡企业 对其预收资金和业务经营情况 是没有监管措施的 针对市场上出现的预付卡消费的一些问题 商务部正会同有关部门 修订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加强预付资金的管理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 经营者发行单用途预付卡 含其他预收款凭证的 单张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5000元 单张不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1000元 其中 个体工商户需要发行单用途预付卡的 单张限额不得超过1000元 预付卡不得设定有效期 湖北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明确规定 商家或营业执照满6个月 方可发放预付卡 应向商务主管部门进行备案 为者最高罚3万元 宁波等地已经引入了第三方保险赔偿机制 即商业保险介入预付卡商家 商家向保险公司支付一定的保费 出了问题由保险公司赔付 为了加强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管 上海市审核通过了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 这个法规不仅是拓宽了单用途卡的定义 明确了主管部门 并对单用途卡管理所涉及的信息对接 风险警示 信用治理 明确了一整套监管制度 从2019年1月1日起 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正式实施 该规定将众多个体工商户纳入了监管范畴 有望弥补此前的监管空白 其中就经营者办理预付卡及退卡事项 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并对违反规定行为制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 守望都市白鸽公雷报道 欢迎回来本栏目由 笔言专利要参谋编片赞助播出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守望都市315特别节目 那这一时段呢 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就是 目前长春市工商局12315投诉举报平台的受理情况 我们要连线此刻正在315平台办公室的本台记者战彬 战彬两个问题要问到你 因为第一个问题 我相信现在这个投诉举报的数量 一定又发生了一个新的实时的更新变化 第二个通过这一天的数理总结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大家哪些方面的投诉举报的消费领域占比是比较大的呢 其实呢徐晗问的这两个问题呢 也是我们大家一直比较关注的 刚在第一段直播的时候 我们已经说到了 这个投诉的人呢 已经是迫切了 是平常的五倍之多 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现场的很多的工作人员 还是在继续的紧张 来登记消费者的投诉情况 那现在具体的数据是多少呢 这样让我们来到我们的现场 来再一次来询问一下我们的局长 局长你好 我想问一下 经过刚刚这一段时间 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投诉有多少增加呢 现在因为可能是时间段的原因 现在大概在1200左右 1200左右 刚刚您刚才说到了 平常就是200 现在是六倍有余是吧 投诉了这么多了 能够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 究竟是哪些热点的问题被大家所关注呢 主要是预付卡消费 预付卡消费 交通工具 再就是电信服务 这三类 最多的应该是哪类呢 预付卡消费 主要是表现在哪呢 大部分都是因为办卡之后 可能是关店人跑 联系不上商家 大部分是这种情况 可以说是很多的这个消费者 都有过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想知道的是 这些情况被这个 交到咱们这个平台之后 我们会进行下一步的怎么样处理 我们会即刻分派到辖区工商局 我们同时会杜办跟踪处理 好的谢谢啊 其实我们在今天整个一天的了解到了 我们12325投诉举报这个平台呢 是在进行这个紧张有序的这个登记工作 也相信有很多的消费者在今天拨打了这个电话 希望我们的工商部美好 还是我们的消费者能够时刻保持警惕 把我们的这些案件一一解决 那现场的情况目前就这样把时间再次交换到叶博士 感谢战斌详细的情况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315消费维权日 那么今天仅一天的投诉举报的电话和受理的情况 那我们再把这个时间轴拉的长一点 拉的多长呢 由一天拉到一年情况会怎样呢 今天我们看到省消协就发布了 2018年全省各级消协组织受理消费者投诉情况的统计分析 那今年省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有7939件 其中房屋建材类以及教育培训服务就成为了今年投诉热点 2018年吉林省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7939件 其中解决6164件 投诉解决率为77.64% 各级消协组织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8718人次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859.08万元 其中因有欺诈行为而得到加倍赔偿的投诉96件 加倍赔偿金额8.45万元 根据投诉性质分析 质量合同和售后服务问题 仍是引发投诉的主要原因 占投诉总量的51.98% 与2017年相比 设计安全 价格 计量 虚假宣传 人格尊严的投诉比重均有所上升 根据商品和服务类分析 全省消协组织共受理商品类投诉3712件 其中家用电子电器类 服装鞋帽类 交通工具类投诉量 仍居前三位 消协受理服务类投诉3207件 投诉居前三位的是生活社会服务类 销售服务类 文化体育娱乐服务类投诉 针对消费投诉的热点 省消协的工作人员也要提醒广大消费者 一定要理性消费 预知消费投入不亦过大 对于商家的口头承诺 应要求其写入合同 注意保存发票 消费合同或协议等资料 一旦发生纠纷 可以有效维护自身权益 守望都市新冲雨风报道 虽然我们都知道有消费 就可能会出现不进人意的地方 但是我们还是会想 怎么能让不进人意的地方少一点 让满意再多一点 我们看到今天的长城市工商管理局 在长阳区重庆路万大广场 就举办了消费者权益日的主题活动 而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信用让消费更放心 那么在活动现场 大家都会知哪些招 让我们身边的信用多一点 让放心多一点呢 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今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那今天呢 吉林良知律师事务所 与长春市法律援助中心 吉林省法律援助中心呢 共同为长春市民进行了一场 免费谱法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现在可以在现场就可以看到 由律师和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 正在一一解答市民们的法律问题 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是从下午3点到4点 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简单的咨询 除了我们消费者比较关注的 这个消费者购买产品 遇到服务的这个纠纷 一些维权的问题 还涉及到比如说债权债务啊 人身损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有涉及 今天长春市工商局也以辖区为单位 共设置18个主会厂 56个分会厂 为消费者搭建一个普及和宣传的平台 牛二这个厂家呢 它是模仿那个牛兰山 整版商标注射权 它这写的是牛二成酿酒 这个牛子也是模仿牛兰山的那一款酒 价格不一样 再加上老百姓的辨识度 它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 它就会认为它是牛兰山酒 咱们现在就是把现在就是市面上的酒 现在都已经那个勒令它停止销售了 那么今天呢 在我们这主会厂呢 包括有我们的长春市的海关 还有我们的治检部门 纵裁部门 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诚信 还有消费知识的一个宣传 守望都市综合报道 另外长春市工商局呢 也对去年消费维权工作取得的成果 以及今年工作的要求进行了通报 我们来听听 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 在2018年 长春市工商局扩建了消费者投诉举报 受理同台 全年受理各类消费投诉3.35万件 接待消费者来访 咨询6.23万件 接到消费者举报3402件 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121.16万元 在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方面 长春市工商局以汽车刹车片 电动自行车 家用电器等商品为重点 抽检商品604个批次 立案69件 收缴罚募款25.03万元 在针对预付室消费投诉问题上 也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 指导422户预付室 经营主体公事相关信息 受理预付室消费投诉327件 对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0的7、8万元 查办预付室消费取决案件事件 据了解 长春市工商局将会在2019年 推动创建工作 主要从加大流通领域 商品质量抽减力度 加大消费维权执法力度等方面 来提升消费品质 持续加大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 合法权益工作力度 提高消费投诉处理效率将全系统受理的70%以上的消费投诉 半年率 半年率 半年率实现 逆政由法定的60日压缩到30日以内 着力提升消费者买度 守望都市 战斌 静泽报道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相办同城长 长春农商银行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都云 零下7到零上7摄制度 白晨晴 零下6到零上8摄制度 宋元晴 零下6到零上8摄制度 四平行者都云 零下6到零上7摄制度 辽元都云 零下10到零上7摄制度 吉林行者都云 零下6到零上7摄制度 通化勤者都云 零下7到零上5摄制度 白晨都云转晴 零下9到零上5摄制度 延济都云 零下7到零上7摄制度 长背山勤者都云 零下12到零上3摄制度 长春都云 零下7到零上7摄制度 致面他 面积静磊 三叉神经痛 国家专利技术 致病更去甘 0431-8507-2666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处讯银行 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 现在直播的水平都市 今天呢 415消费者权益日 大家都在分享身边的侵权案件 但今天节目的结束呢 王先生要说的也是一个侵权的事 但跟消费无关 怎么侵权了呢 他说这个宽城区啊 农安南街的豪邦四季风采小区的 北门消防通道 被这个小商贩给占用了 一是影响他们出行 二呢 他觉得也存在这个安全隐患 而且呢 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每天下午的一点到晚上的六点 他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市长公开电话也回复了 情况呢 详细记录 稍后呢 就会反映到相关的职能部门 在派工作人员去现场处理 这个工作日 一般都是在三到五个工作日 处理的地方 在节目中 我还要提醒大家 以后遇到任何的消费问题 从今天开始 工商质检 食药物价知识产权 五家单位 电话合一了 都可以不打 三一 这个 都可以不打一个电话 12315了 然后把它们打开 我们下期这段会儿就会给我们下户了 这段会是一个判断的 这段会儿就会给我们下户了